万山梅花园 进去逛一下 这应该是个小山 往上爬 山不是很大 应该快到顶了 现在已经爬上来了 这应该就到顶了 现在准备下去 去西洋市区转一下 那座山就是万山 就是刚才我爬到万山梅花园 现在继续往前走 路上是轴层一路 旁边还有点小河 水的颜色发青 这条路是滨江大道 过去这条路 那边就是汉江了 一会去转一下 路边的小公园 绿化做的还不错 家族桃 花开的挺漂亮的 白的红的 就是汉江 看着水质不错 老龙庙 这里堆了好多青石 是不是防洪用的 向阳位于长江支流 汉江的中游 是湖北省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 中国历史文化名称 土文化 汉文化 三国文化的发源地 距今已经有2800多年的历史 这是汤家湾一路 是不是还有汤家湾二路 看一下这十字路口的白色棚子 下雨天和夏天 这棚子挺有用的 就像现在 你站在那里 晒得不行 太阳很大的 挺出的梧桐树 绿荫小道 这一段太阳晒不透 被梧桐树挡着了 这是弹西路和琵琶山路交叉口 边有卖菜的 好像是自己种的吧 一开始 刚才为了那个卖菜的大娘的鸡蛋 那个鸡蛋好像没有太听懂 不是八毛呢 就是一块 然后我看着挺不错的 那个大娘挺实在的 鸡蛋如果我要的话 可以把鸡蛋打烂 让我看 是人家自己自己养的鸡下的蛋 那个鸡蛋呢 其实我是想买的 主要是我现在不回家 我要了回家 我肯定买了 因为下个城市我要去实验 我可能还要在外面待一段 所以没地方放 这条路是弹西路 顿着弹西路就可以到达 襄阳古城 距离古城还有两点多公里 长虹路和弹西路交叉口 这边是个小公园 不是很大 但是绿花座的可以 这里就是护城河 护城河的对面 就是襄阳古城 现在已经走到了 过去看一下 这边房子挺漂亮的 挺有特色的 古城里还有城墙的 不错 不错呀 不知道能不能上去 护城河挺宽的 那边还有山 啥山呀 大家看一下那片高楼 那边应该就是帆城区 我先在古城转一圈 然后过汉江 到帆城区转一圈 然后再回酒店休息休息 现在酒店稍微休息一会儿 然后晚一点的去古龙中地区 关一下 然后今天的行程就结束 这是襄阳的城墙 这边有楼梯可以上去吗 为啥不建个城门呢 上去啊 兄弟们 我都没上去了 上去看一下 上来了 他的城墙上面 游览参观是不收费的 继续往前面走 边围着过不去了 在这就看一下护城河吧 他的护城河挺宽的 而且挺漂亮的 好了 现在原路返回 这小区的大门挺文艺的 这小区名字有意思 这是马王庙街啊 路不是很宽 人还堵车了 就是襄阳北街 是一条仿古街 好多卖吃的 天太热了 游客不多 前面啊 是招名台 襄阳的标志性建筑呀 进里面看一下 招名台 哇 这里面挺凉快的 风好大呀 就是襄阳博物馆 前进去看一下吧 新疆烤包的 现在我已经从个碗转出来了 现在呢继续往北走 去帆城区 需要买一杯冷饮喝 太热了 前面呢是个石牌楼啊 上面有字啊 金州古字 林凤 禅西 铜香 晚上的这里人肯定很多 有个石牌棒 上面有 厨北 金树 方程 汉池 香羊牛肉面 香羊牛肉面 现在有个石牌棒 香羊33州 是个学校 我今天中午啊 准备吃牛肉面 我但是呢 不在古城里面吃啊 准备在帆城去啊 找个牛肉面馆吃 因为热成驴了 品尝一下 我花9块钱买的 波波 这些游客是真不怕热呀 好像我也是游客 我也不怕热呀 对吧 这些游客可以晚上来的 晚上这里打上灯光 肯定很漂亮 问题又来了 为啥我不晚上来呢 这就是古城的北门 北门索月 真是一个古建筑啊 看一下城墙上的坑坑洼洼的 应该不是我来修复的吧 北门索月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北城门上的锁和钥匙呢 寓意军事重地 全国重点物物保物单位 襄阳城墙 下面有棚人 吹唐人的 墙里面走一下 还有城门呢 铺的都是石板 好了走出来了 前面就是汉江了 这就是林汉门了 这上面有人呢 可以上去 我要上城墙啊 兄弟们 一会儿 再来这边 在北城门这边就可以上去 他是不要钱的 你下人也像一样 爬城墙都不要钱的 兄弟们 我要爬城墙了 看一下这城墙上面 坑坑洼洼的 应该这是老城墙了 看一下这瓦房 现在不多见了 这是瓦房 屋顶座的造型 屋顶座的造型 户人城 从那边上去 爬城墙 他这里可以往前面走好远呢 这边就是城门楼 北门的城门楼 前面啊就是汉江了 站在城墙上 看汉江 也有一番风味 这里呢 还有铁炮呢 过来参观一下 兄弟们 开炮 开炮 这就是西洋城的护城河 它的宽度呢 有180米 最宽数呢 超过了250米啊 是我国最宽的护城河 在这个护城河里面 还可以游船呢 但是呢不知道多少钱 如果大家来了 自己问一下吧 这边是小北门码头啊 古城墙始建于汉 周长有7公里啊 自古就有铁打的襄阳之术 堪称华夏第一层池 北门这边有个停车场 还不小呢 停车去那大车 看他的城墙可以走好远呢 我就不走了 那房子啊 挺有特色的 屋顶色的还有造型 站在城门上看一下北街 这边就是襄阳博物馆啊 对面呢就是繁城区 但是以前 樊城市一个独立的城市 它于襄阳呢隔江相往 这里是个大巴车的停车场 小车还不能停呢 1949年以后 两个城市合二为一 称湘凡市啊 当时呢分别设置了两个区 北岸呢就是 凡城区 南岸呢就是现在我在的位子 就是湘城区 2010年的时候 湘凡市正式更名为 湘阳市 铁柱码头 是个小车的停车场 好像还是个地下的停车场 这是湘凡的汉江大桥 哇有人在花批花艇吗 这是一个公路铁路共用的大桥 中间是过火车的 可以看一下 铁路桥长呢是892.6米啊 公路桥长是812米 全桥呢架设钢梁是7000吨 锚钉呢用了346.8万克 混凝土呢用了3万立方米啊 现在还有一个座桥呢 叫做凤楚大桥 是个蓝色的桥 看一下有火车过了 桥下面有一个香香牛肉面 关键啊要绕好远呢 看一下人还可以啊 人挺多的 湘南面 这牛肉面看的不错啊 这是解放路 现在呢我就转到人民公园啊 我就这个视频呢就结束 现在走在一个小街上 指定中街 现在来到了一个过街田桥上面 这边是开源四季城 往这边走呢就是 人民公园 看一下四周的环境啊 那边转一下 然后转过之后 这视频就结束了 我就准备回酒店了 这里面啊还是挺漂亮的 随便逛一下 很漂亮亮的灯带啊 这边是去步行街的 过去看一下 这里啊就是步行街了 也不知道这些车开的都去哪里啊 是不是都往家里赶了 这是人民公园啊 进去转一下 是襄阳市青少年工 现在呢我要回酒店了 这个视频啊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